就在脏腹器官分析来说,肝脏、顺脏或许是人们更加关注的部位,相对来说,脾胃是人们会忽视的部位,其实,对于脏腹器官,不能过多的在意哪一个,要做到一视同仁,脾胃也是相当重要的部位。 在当前,脾胃不好是长线的情况,作为担当身体气血运化的主要部位,也是后天之本,对于身体调节,远远的超过人们的想象,护理脾胃显得很关键,那么就观察脸部来说,能更加直观的看出脾胃好坏,一起来看看吧。 脸肿,眼睛肿,观察脸部,眼睛,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神,以谁肿来说,是常见的,脸部出现谁肿,眼睛出现谁肿,这些常见的情况,说明体液的代谢,吸收出现了问题,进而说明脾胀出现了问题,需要大家多关注。 脸部,比出现青色,观察鼻子,也能知晓健康,如果你的鼻子出血,说明是疲惫虚弱导致的,而对于鼻头发青的人来说,说明脾胃代谢功能失调,变得不太好。 脸色发黄,观察脸色,也能知道身体健康与否,脸色的好坏,透露了健康,健康的脸色应该是红乱的。 但是,如果你的脸色发黄,发黄,特别是女性被赋予了黄脸婆,那往往是疲惨的气体,经验分泌,代谢不足导致的。 提问变得很差,带来的表现,希望大家多重视,科学的护理,调节,改善才是最好的。 那么就保健,改善来说,应该怎么做呢? 揉捏脊败,捏脊,是重要的养生保健方式,也是常见的护理身体方式。 通过揉捏脊败,能够刺激身体的脏腐器官。 对于疾病,护理健康是极好的。 而在这里介绍这个方法,主要是能够缓解儿童初心脾胃不合。 儿童脾胃不合的话,家长可以采用这个方式,进行调节脏腑,改善脾胃。 按摩太白学,通过按摩太白学,也是比较好的方式。 这个穴外进行按摩,能够起到健脾和胃的作用,对于精润化时也是有效的。 按摩过程中,以手指指腹,对着双脚上的太白学进行按摩,力度适中,感觉到胃脏中即可,能够起到调节脾胃。 坚持容负,按摩腹部,也是比较好的方式。 腹部按摩,对于身体保健是极好的。 通过容负,可以调节脏腹机能,对于改善脾胃不适,也是好的。 希望大家多坚持,脾胃部和身体会变得糟糕极了。 了解哪些表现后,坚持科学的护理方式,能够改善调节。 希望大家多重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från视频 感谢观看